好 回到台灣顧問團 我們剛剛從第一小時一路的告訴大家 其實國防部昨天真的好辛苦 因為在早上 總統跟接受了同家人的陳情之後 一個晚上發布好多份的新聞稿 來做各種的澄清或說明 我們剛才說到了 關於范佐縣為什麼可以回542呢 其實昨天我們的國防部晚上 也發布了這樣的一個新聞 但這個新聞稿了半天 跟我們的事實真相 完全也是一個大落差 那怎麼辦 現在誰在蒙蔽我們的國防部長楊念祖 還在這樣繼續搞下去 新任部長剛上台而已 可見得我們這個國軍部長 戴不動 叫不動 三軍總隊好像也叫不太動 但昨天看來有動一點點了 那麼繼續但您看到 還有一個剛剛早上還有講到的是 金鐘莊的部分 剛才但您看到了 趕快國防部代替陸軍來道歉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國防部在這裡也有話要說 但我們就先看到源頭是什麼 就是官員洪爸爸說 那個起訴書裡頭 怎麼會是污蔑我們這個被害者 被害死的仲邱呢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把責任全部推到這個 已經不能說話的人身上 這對嗎 軍檢應該站在受 這個受害者立場辦案啊 但完全沒有做這樣掌握呢 其實說有很多很多的瑕疵 告訴的是總統啊 你均無戏言 不要最後變成每句都是謊言 聽到這個相信總統 恐怕在旁邊冒冷汗 於是趕緊下令告訴大家 起訴內容真的是不完備 接下來審查過程當中 要來做補強 還提到說 軍檢跟洪嘉要成立一個協力平台 來共同挖掘真相 有花哥請 這個真相為什麼是家屬要去挖掘 那我講 起訴內容不完備之處 未來可審查 唉 你法律上面是不告不理 檢察官沒有查的 那法官最多只能再度發交給檢察官 你們再查一下 法官叫令案查 令案查 但還是軍檢查呀 但還是軍檢 軍檢因和洪嘉成立協力平台 我也罵過了曹金生 我現在不想罵他了 就是說你還記不記得 曹金生也針對那我講的 他有很多的批評 我也虛心受教 但是我也講過 我在電視上面講的全部都是謊言 你用事實來駁斥我的謊言 結果他是用事實來證實我的謊言 我說那你叫我怎麼辦 他是說那我說謊啊 說我不實報導啊 還要告我啊等等啊 那些通通這些就算了 我承認那我講的全部都是謊言嘛 你用事實反駁我 結果他用事實來證實我的謊言 那這個軍檢因和洪嘉成立協力平台 我想請問 在台灣的司法制度上有沒有這樣子 就是法院配合這個 被害者 沒有 就是那個檢察官 對 配合被害者 我們成立一個平台 然後由被害者天天提供資料給他 嗯 那我知道了 好 請問當軍檢掌握了洪嘉所有的訊息以後 他會做什麼事 他可能滅陣喔 帶頭去滅陣了 他帶頭滅陣喔 就跟他我講到兩個小護士一樣的 他馬上查 就到813就把兩個小護士給找來啊 那我名字沒有講喔 軍檢知道他是誰喔 好厲害喔 軍檢他還知道他是誰喔 知道你在講誰 因為我在電視上面 我從來沒有講過813 這個行政司官長 醫護士甚至於小護士的名字 對 我都沒有講過 那他居然知道 做一個人道上的關懷 他說你有委屈可以跟他講 不要來可以跟我講 那兩個小護士我根本不認識 我也沒問過他們任何事情 但是他居然知道 從軍檢這個心態 你可以證明的一件事 你洪嘉怎麼跟他合作 除非這批人通通換掉 不然的話 那還是軍檢的人啊 還是軍方的人 雙方都沒有互信基礎 還協力平台 我真想請問律師 我們法律上面有協力平台嗎 沒有這個法律名次吧 總統至少還要依法行事吧 是總統最喜歡講依法行政 所以那律師來 協力平台 我們這也是第一次聽到 但因為總統學法了嘛 所以昨天是他嘴巴講出來 大家第一次也沒有給他質疑 那真正的法律用語上呢 有這樣子的平台可以成立嗎 那搞了半天是我洪嘉自己去找證據 然後請你軍檢去幫我調查 好奇怪 其實真的就是說 不只是學法啦 就是說有時候我真的不是很想批評他 批評說民調百分之十 那要變富的怎麼辦 但是就是說 他今天不只是學法 他也留美的 那你也有幕僚嘛 今天美國這個對於被害人 能不能加入審判 能不能加入這個所謂的偵查 還是否定的 一開始然後慢慢慢慢開始 民眾有些力量慢慢說 那是不是可以讓被害人進入法庭 然後可以陳述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如果你讓被害人跟檢察官合作的話 這樣會造成說被害人一定會 有很多被害人他會很希望重判 然後希望說能夠要伸張正義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檢察官受到被害人的情緒影響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公正辦案嘛 所以在很多國家是禁止 被害者跟這個檢察官在這邊合作的 檢察官也要獨立辦案才對 結果你今天跟我們講說 軍檢跟洪嘉要成立一個協力平台 然後一起辦案 我就完全不知道這什麼意思了 因為問題是說 那軍檢不夠獨立 軍檢不夠公正 那你應該修正 應該是怎麼修正 是修剪軍檢不公正這件事情 而不是加入一個力量跟你講說 你看這民粹嘛 就是被害人放進來以後 然後我們要重判 那我這邊也真的要講一下就是 洪嘉其實根本就沒有要求要重判 洪嘉從頭到尾 我覺得他們態度真的是非常的理性 在這個陳韻勳那時候一被求刑的時候 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這個對方也是別人家的孩子 他們心裡是這樣講 然後那時候去訪問這個陳韻勳的奶奶的時候 問說他是陳韻勳是被設計的 他奶奶也說 沒有啦我們這樣講也太自私 其實兩邊的家屬都非常非常的理性在這個案件 反而是怎樣呢 你這樣的一句話反而是在講說 我們是一定要怎樣呢 嚴加調查 好像說這個案子一到重判一樣 其實不是 今天洪嘉要求的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真相 他說如果說你今天湮滅證據 你證據都沒有了 那即使真相都快要沒有了 那我起碼要求一個程序上的正義 我程序上至少能夠按照一個 獨立的一個司法辦案來走 如果說今天這個洪中學的死亡 你幾次出你肯告訴我原因 說542跟他們有可能有什麼原因 一個一個列出來 然後列出來之後再跟我講說 但是證據不足證據不足證據不足 如果你有調查 家屬也會接受嘛 家屬不能夠接受的是你不調查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不調查 你現在跟我講說 我們洪嘉來成立協力平台 我們來看你調查 請問洪嘉到底有什麼力量 可以進入部隊調查 他有什麼力量可以去防止 范左線他沒有串正治癒 他沒有那個力量啊 所以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 不知道是幕僚沒有跟他講 還是說 他本身法律素養 我們就不用多說了 然後他自己留學的美國這個 這美國算是被害人家屬 要不要加入這個所謂的司法程序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時事 是日 紐約 時報每天都在報導的事情 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再幫律師再講一下 其實有沒有 他跟那個法軍法官一樣 他也是個好人 好嗎 好到了一個姿勢有沒有 然後其實大家不要對他期望太高 有一個是因為他沒有實務經驗 他是沒實務經驗的人 沒有實務經驗的人就容易被騙 好不好 就濃縮成一個字有沒有 那個字上面有個村有沒有 下面兩隻蟲嘛這樣子 是 謝謝 按照現在這個說法 其實馬英九應該說 軍檢要跟媒體成立一個平台 乾脆就跟張友華成立一個平台好了 合作對象找錯了 莫莫姐你要知道 我們的行政院長是耶魯 我們總統是哈佛 都是你的校友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讓人覺得 滿匪夷所思的 可見得我們的總統 跟我們的這個部長 還有我們的院長 對這件事情的整體的 細節的了解 恐怕需要再多一點努力 其實我是問我是說他的這一段話 他兩段話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個完全都是所謂的官樣文章 就是本身來講就是一個 一個政客的一個回應的一個說法 什麼叫他不完備 他知道他不完備的地方在哪裡 他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大家罵不完備 另外的話 第一次也聽說過有沒有 檢察官要跟那個什麼 被害人家屬成立一個所謂的協力平台 對 好 我們這邊最資淺的法律人 叫做X先生 你讀法律有講過這些嗎 有教過你們這些嗎 其實就是跟剛才律師說的一樣 你如果叫被害人去參加 然後去跟檢察官一起的話 檢察官本來就應該要在 被害人跟加害者之間 保持一個中立的形象 你如果去讓被害人 去跟檢察官這樣的話 檢察官就不是公訴 以後大家就用施行來判 你乾脆叫家屬施下去 施下去那個不是更快 所以說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吊詭的一個法律概念 所以說總統可能就是 因為他急了 他當下就想不到 他只能想出一個理由 然後來平息大家的民怨 平息大家的怒火 可是我們知道他 其實在昨天講的很多地方 都是不太完善的 就像單純他連紅舅舅都不認識 或者是他可能甚至連整個 他關心整個案件 然後甚至連最後起訴出的內容 他可能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其實這已經不只是 不僅僅是馬總統的問題 而是你旁邊的幕僚在幹什麼 我們平常以前也是做幕僚的 大家平常都要為老闆準備這些資料 你就算不幫老闆準備資料 你也要給老闆一個概念 去讓他好跟民眾說 整個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說這幕僚是很失職 也失職 那都已經燒了32天 幕僚也搞不清楚 我們大四季馬上好 艾茲先生今天當國會主理 馬上一本都做出來了 那總統怎麼辦 你如果沒有時間好好看完那一本 那你的幕僚也該口述告訴你 但我們昨天看到這個要求的時候 實在是因為洪爸爸說均無細言 以後不要真的句句變謊 壓力真的很大 所以我才會說總統當下應該 本來很熱 我覺得應該冒起冷汗 但冷汗一冒出來講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跟著你把這個球丟回給洪家 然後一副就是說 你要什麼通通給你 這樣你可以不要再吵 不要再罵了嗎 但昨天信託來那麼多人 是洪家找來了嗎 當然不是 所以在這裡看到是 實在是壓力太大搞不清楚 那你為什麼會讓這個問題發生 燒得這麼久呢 三軍統帥的 你是有權力的人 有權力的人為什麼多點作為 今天就不會讓軍方這邊胡搞瞎搞 也不想聽你們的話 這讓大家最難過的地方就在這裡 但是對於很多新市政 要來繼續的查 我們的軍檢 軍高檢到底願不願意查 我們就請友華哥 我們今天其實是很多 我們真的是途徒反不及備載的部分 我們今天列出這一頁 其實大部分基本上是跟五四兩有關 因為他是事件的源頭 總統也說到最開頭的錯誤是什麼呢 本來這不該送禁閉 以洪仲秋帶手機不應該送禁閉 從一開始就違法就錯 所以我們來看 那五色這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列了這麼多 不知道友華哥天天在我們這邊講 但是我們說要有新市政 總統你昨天都說了 我要挖出毒瘤 然後把它割掉 毒瘤在哪裡 毒瘤 何江中 我們知道跟269旅的黃天任 他先喬好禁閉室 然後接著喬體檢 因為這兩個確定 才有後面的一連盤的程序 好 請問813是跟那三個小護士有關 跟三個小護士無關 請問行政司官長是黃天任的什麼人 就是他太太嘛 然後何江中還要叫他大嫂嘛 然後我也講了行政司官長是在哪裡 在院長副院長辦公室裡面 等於類似於院長的大秘書 等於是813醫院科院長的大秘書 那以院長式的秘書去喬體檢官 喬得動吧 喬得動 如果小護士 小護士還要看衣官臉色的 當然不可能 然後我坦白的跟各位講 體檢官第一次是不過的 還有守住 他有守住 他的的確確他守住了 守住那喬是到下午 剛剛好 他緊閉是已經喬完了 下午4點多鐘 結果他還是下午 喬完緊閉是他接著喬813 也在下午4點多鐘 然後喬了20分鐘 所以我在這邊講 那過去這個行政司官長 那我一直以醫務室來代替 曹青森怎麼講我你知道嗎 813沒有這個編制 他搞不清楚 不是他說真正是沒有這個編制 就是別人問他 他說張有華講那個813 813沒有這個編制 可是那我從來沒講 這個醫務室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這個醫務室是個代稱 他就不回答了 那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行政司官長 是黃天任太太 郡高檢要不要查 那第二個親 喝飲料不是問題 我想慶功宴 6月26 6月27 6月28 何江忠是不是在裡面 花錢出錢 范左憲他親口跟一個小護士講 是我長官要我請你們 請你們多幫忙 然後28號開慶功宴 我再問一句 何江忠在不在場 當天在場的還有誰 除了完了以後 各位你看看就來了 對他們一塊去先唱歌吃飯 對 21號一拓 28號一拓 現在有華哥說 其實28號的慶功宴 是有何江忠的 沒有 還有7月5號完了以後 還有一拓 那是滅陣 滅陣完了 好沒有關係 有華哥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待會就請有華哥 繼續告訴大家 這裡頭的慶功宴好多拓 7月5號還慶功 什麼意思 洪仲秋已經走了 這也在慶功 是因為洪家到了269旅 然後請陳以仁跟 陳以仁吧對不對 陳以仁到269旅去 他們才知道洪家要追查這件事 搞了半天不得了 大家這個共犯結構的串聯 這麼樣的密集 難怪不時要做慶功 慶功的過程當中 繼續在串政 繼續來滅政 待會兒回來